老師好 來 組織人好 組織人好 三號女嘉賓 王玲65歲 北京人 李懿 國企司機退休 您也是司機退休 OK OK 跟先生一個職業 有您是個性格 特別爽朗的人吧 還可以吧 也是直行的 對 性格開朗 對我們先生什麼印象 同行是冤家 您這跟我直的呀 然後歡喜冤家 兩個人又可以聚一塊 對先生印象還行是嗎 挺實在這麼一人 嗯 實在 性格挺溫柔的 還可以 您性格溫和嗎 我性格怎麼說呢 現在老了 歲數大了還可以 年輕的時候性格不好 不好 為什麼說不好呀 因為我比較厲害 脾氣是沾火就著 對的 比較那個狗慫 她就更乾脆 聽我說才乾脆 那接下來我們更多了解一下 三號女士 先生想要了解嗎 可以 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看看三號女士 有這樣的故事 這樣的人生 一起進入她的原來是你的環節 請看 年齡不是問題 21年打了水漂 年齡不是問題指的是 您是指的大一點小 大一點小一點的 您希望找年輕一些的 對 對 那為什麼 我呢是兩段離異 都沒有那個一個談一場 那個戀愛 我在戀愛這個世界裡邊 是一張白紙 這個問題 我特別 我現在我離婚了 這個第二次離婚了以後 我想明白這問題 我特別糾結這問題 我就想 不說轟轟烈烈的談一場戀愛 我必須 我就說得認認真真的 好好的談一場戀愛 上天給我這個機會 我 我就得利用這個機會 我好好的談一場戀愛 對 所以您覺得 比您年輕一些的男士 更容易產生 轟轟烈烈烈的愛情 OK OK 那也不一定啊 我們這兒結婚的80多歲老爺子 那樣愛情也甜蜜 就是看演員吧 就是看那個什麼吧 所以其實您想表達的 不是說一定要年紀比您輕 是您希望能夠有一段 轟轟烈烈烈的愛情 然後走入婚姻 對 所以你這個誰 那個男的相不住 不好對付 起碼那個男的不好對付 您覺得什麼樣的類型 所以您會覺得 這能有轟轟烈烈烈的愛情 您在我們節目當中看到過 演員 演員 您在我們節目當中 看到過這種類型的嗎 不會又是張霖川先生 張霖川 這張霖川成了我們這邊 就是五六十歲 不是 阿姨的這個 張霖川 這個張宏偉先生 我開始的時候 也不錯 也不錯 就是剛開始他第一次 他播出的時候 張宏偉先生我印象 五十五歲 比你小十歲 對 對 所以人家要找五十歲以下的 又不行 那我就放棄了 我不行 然後張霖川先生 您是覺得最喜歡的 張霖川是 張霖川六十七呀 比我大呀 我想跟那個張霖川說一句話 張先生是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以咱倆的這個人品 還有那個情商 後半年後 就後邊的日子 會過得非常非常好 您是衝著張先生來的 不是 就是您對他很心疑 對 對 因為我就是 比較欣賞他那個什麼呀 他那懷柔的住房 不是 這不應該欣賞人嗎 您欣賞環境 您一般的懷柔去住 那不行 我得跟他住行 我是不是得請我們二號先生先休息了 可以 二號先生又愛靜 那肯定不是張霖川那種肌肉男啊 您在他身上 找不著轟轟烈烈的感覺是嗎 對 愛一下 這阿姨也挺有意思的 行 那咱請這個二號先生先休息啊 謝謝您 好的好的 先休息啊 您 祝您找到您的 謝謝您 好 謝謝 謝謝 小燕開機 小燕開機 我覺得可以跟他交往交往的 人家實際就給我佛了 佛就佛了吧 真敢 您對大家挺有演緣的 是嗎 我覺得可以交流交流 是吧